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冯劍基 死因裁判官的报告 2020年香港的自杀人数是1019人 自杀率是13.61% 比向2019年993人的13.25% 升了0.36% 升幅好像很少 而一般机构用整体人口比例的自杀率来计算 60岁或以上的长者 2020年的自杀人数是438人 是总自杀人数的43% 而2019年是379人 是总自杀人数的38.16% 升了4.8% 但这4.8%已经是远远高于总自杀人数的升幅 平均是每日有1.2个长者自杀 这些数字是1973年有记录以来最高 但如果我们试试用另一个计算方法 用长者自杀的实际人数来计算 是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 2020年的长者自杀人数 是由2019年的379人加到438人 增加了59个 是增加了15.6% 相反其他年龄组别的自杀人数 由2019年的614人下降至581人 即是说减了33人 是下降5.4% 所以去年长者的自杀情况是惊人的 是不能接受的 长者的自杀率高 一般社会学家的分析 大致有以下的4个原因 第一 与家人的关系 不少的长者自杀是因为与家人的关系不和 又或者与自亲离异而感觉到孤立无助 第二 退休之后是不适应新的环境 长者由于退休 还有一个新的生活环境 原有的角色、崗位以至地位都不同 可以说有一个丰富的生活 突然间平静 甚至一无所有失去存在的价值 第三 经济的问题 长者因为退休失去了收入 特别对基层的工人长者来说 是有很大的压力 第四 是健康的问题 长者的年纪越大 身体就越衰老 而健康的问题就越多 一般长者都有长期病 比如三高、痛症、精神状态欠佳 长期情绪困扰和抑郁 继而失去自我照顾的能力 但又不愿意拖累亲人 在香港我们还要加上第五个原因 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和2020年的疫情 19年反修例风波导致不少家庭不和 上下两代争拗亦出现移民的倾向 而长者多数被放弃流港 而2020年的疫情加上限聚令 长者的聚会减少 而长者中心又或者一向的长者活动 是突然停顿 长者失去了互相之间 同朋友之间 同社区之间的倾诉和支援 其实在我们社会里 长者无功都有劳 今日社会的建成、维持和发展 他们都有着不可以抹杀的功劳 当面对长者步入老年 身体、社群和经济各方面都倒退的时候 社会应该怎样看待和处理呢 视之为社会的包袱 还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堡呢 过往特区政府对长者的态度 多数以负面看待 当面对要求增加长者福利的时候 多数说承担太大 财政开支太重不行啊 其次是支持长者的政策 又多数只是考虑金钱上的支持 很少有全面和周长的应对 我认为政府需要尽速全盘全面去检讨老人政策 现时香港人口老化 按政府估计统计处的资料 20年后三分之一的人口是65岁或以上 而80岁的人口2021年是40万5.3% 2040年是99万12.2% 到2060年是125万13.6% 现在香港人的平均寿命是84岁 如果按现在的安排60岁退休 平均退休长达24年 换言之一个人如果20岁离开学校出来做事 即是他要用38年的时间去赚取64年的开支 对于一个基层的打工仔养家活儿已经不容易了 更难让两夫妇过两人合共要用 24年乘2的无收入退休生活 所以我有以下的建议 第一 将退休年龄逐步升到65岁 第二 加强支援家居护理工作 现时政府的资助护理安务院 排队需要42个时间 明显家居安劳在家中安享晚年自为重要 政府需要支援护老者的培训和支持 其次按需要增加护老院 第三 增加医疗护理 加强对长者的保健、保险和医护人手 第四 加强社会对长者的认同、承认和欣赏长者对社会的贡献 第五 不少年轻的长者 由60岁到70岁 无论在精神、健康以至学识、经验和工作能力上 都是绝绝有余的能者 社会应该在就业、志愿服务、学习和教学上 不应该有年龄歧视 发展更多的项目被这批长者参与 第六 现在的长者其实是上世纪1962年前出生的人 他们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学识和经验 总的来说 越来越多长者是知识化和专业化 故知他们的平均经济能力亦会按年递增 政府、学界、民间组织和社会的智囊 应该合作研发更多长者的设施 创造新的长者服务领域 开拓银发经济、创造银发市场 长者是越来越重要的群组 政府应该及早关注 带领社会将长者群组凝聚成为长者力量 成为社会的建设群 而不是社会的包袱